时常发生车祸 而没有救伤车送到等落医院 感谢李志伟先生 那时候他看到了质量有面对这样子的问题 同时他也有意愿想回来他的家乡 来为质量或者是百乐区 增设这个胜月患救伤队的服务 所以感谢他那时候的很积极 就有了这样子的想法 但是有时候紧急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100%依靠政府的救援组织 作为人民 我们掌握的这个急救的知识 以及技能就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感谢李志伟以及H&M 一步一脚印在中学 在我们的社区成立过后 还带进了救伤车的服务 推动这个急救的知识以及课程 紧急事情发生的时候 没有人会意料到的 心脏病是马来西亚 我们知道第一杀手 突然间身体不舒服 心脏不舒服冒冷汗的时候 家里没有人会这个急救知识 送到诊所或者送到医院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错过那个所谓的黄金救急时间 就这样子生命失去了 如果我们的社区能够更加多人 或者是如果每个家庭都有至少一位成员 能够掌握一些基本的正确的急救知识 或许很多时候我们能够救下黄金的生命 我心里面所想的就是 如果植量我的家跟大马鲁区有保护 我相信会绑到大家 我相信我的家乡也会变得更好 所以这次的晚宴也因此诞生了 这个中鹏区包括了植量 文德加和大马鲁 其实我们今天这晚宴 主要是为这个 ambulance而筹款的 所以这救商车的服务 其实有分为两种 一种叫emergency service 另外一种叫not emergency 如果每一间家都有一个人会急救的话 最起码 ambulance来着的时候 我家里有一个人会急救 懂得延续生命